大學寶家誰才是行家 我是丁靜宜 今天我們的來賓 上次來過節目之後 真的得到了熱烈的迴響 因為不知寶物厲害 他本人更厲害 他到底有什麼回春術 我覺得今天好要跟他聊一下 他的保養撇步 我們大家都非常的好奇 首先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超強大建定團 台灣示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曾素良曾教授 嗨 大家好 台灣保石協會榮譽理事長 逢甲大學助理教授 李龍心裡老師 嗨 大家好 表色保石建定所資深建定師 賴俊銘老師 大家好 還有我們命理界的 阿翰哥 湯正偉老師 嗨 大家好 還有我們今天永遠的美魔女 讓我們歡迎楊瀉 秀慧姐 嗨 大家好 秀慧姐又見面了 我又來了 真的太開心 因為上次我們真的是相談甚歡 因為你看喔 闖蕩演藝圈 可以到三十多年 真的 都不是開玩笑 真的 因為我除了藝界的工作 修學逗唱以外 你叫我去做別的 我真的還不會做 我這一生 有辦法的做 靠我這三天吃飯 還有看到你啊 之前上次那個 請老闆一看到你就說 你都沒便 真的啦 怎麼可以都沒便 對啊 有時候我去廟裡拜拜 我箱衣拿起來 我要跟神講說 神啊 我叫楊瀉慧 我今年 我今年幾歲我自己都忘記了 因為看起來這樣 對啊 我想說 我應該是四十幾 好像沒有那麼年輕 我應該五十幾 我是五十到哪裡 因為你每天照鏡 你只是想說 怎麼怎麼都沒便 我真的忘記了我的年齡啦 真的喔 然後我的手機拿起來 我今年幾歲 我還要搜尋一下 搜尋一下說 我白說 我怎麼這麼多年 怎麼會 可是秀慧姐 我講真的喔 你以前的那個照片 還有你現在的狀態 我覺得有差 待會我要來問你 越活越回收 越活越年輕 對 我們先看寶物 待會兒來跟你聊一聊 我們今天哪一個老師 要先上場 試試看 李老師 寶物李老師就收藏了 因為今天喔 你帶來的寶物 真的是琳瑯滿目 也有 是古物的 對 我知道你每次收藏 範圍都比較寡 對啦 但是今天的第一件寶貝 是個翡翠玉佩的項鍊 這個叫做這個猴子 狗在摩扇桃嘛 對啦 對 那猴子一般讓我們覺得就是 這個靈活 然後呢 有一段時間 剛好我爸爸就生病 對 他因為我太假薄了 是因為我想說 因為爸爸冬天 老人比較不愛活動 那我們就想說 冬天就帶我爸爸 跟我媽媽去洗一下溫泉 那因為洗溫泉泡泡泡 是不是很熱 那我爸爸又很怕熱 然後泡完之後 他就起來在那個旁邊 就坐在椅子 然後他就沒有弄浴袍 他也沒有用浴巾 然後就在那邊一直扇風 我就說爸 你這樣會感冒 果不其然 回去就感冒 那感冒 我想說 他感冒應該一下就好 我就帶去小診所打個 大棟的 做一個大棟的 像500cc的那一種 怎麼一次打 兩次打 越咳嗽越厲害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不得了 我朋友說這樣子不行 應該要去大醫院看看 就一去 完蛋了 醫生就說 我爸爸肺發炎 對 然後要住院 我每天都一直祈禱說 希望趕快 趕快 我爸爸的病趕快好 這樣說好不容易 他就出院了 然後出院的時候我就想說 對 我應該要買一個玉佩 給我爸爸 老人不是肯定玉佩就好嗎 像媽媽你就會覺得 要買玉琢給他 那爸爸如果身上帶個玉佩 也可以保護他 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高三拉萬聖土 好像滿吉利的 就買了這個玉佩給我爸爸 那時候買的時候大概三萬六 三萬六 我覺得看起來還是還滿透的 在姑娘之前 我先問一下他湯哥 湯老師他剛剛講說 老人家帶個玉佩 是不是有什麼不錯的作用 還有不同的形式 是不是也代表不同的吉祥 對 其實它叫白魔線桃 白玉圓線桃 其實代表就是一個祝福長壽的意思 那其實在古代 其實這種意志不弱的古代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會把很多的信念 跟意志都投射在這個玉石身上 尤其是翡翠 所以以前在古代來講 沒有人知道翡翠到底有多麼珍貴 所以他們會把翡翠 當作是一個保命符 例如說有些人 像以前玉 很多人會雕刻 例如說玉貴人等等的 他們象徵把這個玉佩 佩戴在身上的時候 代表是他第二條命 叫續命 那如果這玉佩 如果他自然而然的斷裂了或掉了 代表幫他擋災難的意思 所以玉佩其實很多人在開運 他是一個 最多人來佩戴使用的 所以秀惠姐 你送給爸爸之後有沒有 覺得他好像真的有比較活力 真的耶 就真的 比吃藥有效 老張益壯 不知道是心裡感覺還是怎樣 就覺得整個氣色紅潤 然後身體也一直 健康性 那這樣三萬多塊價錢 價錢啦 對不對 不過現在到底價值多少 我們還是請老師 現在幫我們評估一下 好啊 好 來 請借價 還賺錢耶 有向順 有孝心 還賺錢 還有良修 是電型的糯米種 對 然後它完全無瑕 電型照樣 它完全無瑕 糯米種 糯米種完全無瑕 最主要好 這個雕工非常好 你看這雕工它的比例 這個瘦桃 然後一隻猴子 活靈活現 最主要它這雕刻 從中間扣 它是中空的 所以中空有什麼了不起 不是 而是中空裡面 它裡面的雕刻 拋光得非常亮 一般的這種中空的這種 鏤空雕 裡面要清很乾淨 是很難很難的 這個雕得很好 所以玉石上來講 就是屬於一般般的 就屬於它的整體效果來講 可以 它一點綠在這裡 並不是貴到不得了 但是以工藝來講 以比例來講 以大小來講 它是非常好的 它秀偉覺得跳不錯耶 是不錯喔 是不錯 還滿好的 所以因為我們買這個 其實我們也不懂 就是看嘎蟲 就嘎蟲的意思是說 看它還滿有我的圓的 是 它就買了這樣子 如果真的變你 你就把它罵到 我跟你講 它店都開不下去 趕騙我那個人 他應該是不想看到 明天的太陽 對 我相信是這樣 而且這樣全台灣人 都亂吃它了 真的很恐怖 真的 那我們這些劍駕的有沒有 還有活路嗎 他也滿緊張的 他今天不敢亂劍 好好的劍駕